如果您看了我这个糖醋滴滴的叫啥 回家以后我姐夫和孩子都和你是大叔 咱们准备一块里脊肉 里脊肉给它改成长条 放入碗中 加水清洗干净洗出血沫 开始糊糊加盐 鸡精 料酒去腥 再打入一个鸡蛋 一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抓至这个粘稠度 再加少许的豆油封下姜 再次抓换均匀 放豆油炸出的颜色好看 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空板对个料汁 加入一勺番茄酱 一勺白醋 一勺白糖 醋和糖的比例一比一 再来半勺清水 不盐不甜 少来点盐 搅拌均匀即可 这个料汁咱们就兑完了 锅中多烧油 六成油温下锅炸 咱们一个一个下 即便粘在一起 全部下锅以后 先不要动 只能它定型 全部定型以后 把它粘在一起的汤汤 准备好捞出油温生高 再次复炸一次 这样才能起到半程度 二次复炸 炸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 咱们另起锅 少来点油 倒入提前推好的六根 小火慢慢炒 给它熬制凌复的可以 下入炸好的立体 给它翻炒均匀即可 撒上白芝麻 出锅刀 咱咱咱咱咱咱吃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 老弟主页分享的 机会也到家长菜 都特别适合在家长做 喜欢的可以去观看一下 方便任何发扰 如果你学会了 记得给老弟一个收集 感谢支持